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2月31号在国门广场热闹登场 虽然下雨却交不习民众的热情 机动市长谢国良也率领市政府团队和副议长杨秀玉 以及前市长林又昌等人一起登台倒数 在港区船只鸣笛以及璀璨烟火下 欢喜迎接2023的到来 穿着雨衣撑着伞 随着台上乐团激昂的歌声呐喊摇摆 这里是2022基隆跨联活动现场 这场全台唯一完全以独立乐团为主的跨联网会 首度遗失国门广场举行 虽然下着雨却无法交集民众的热情 还吸引了不少外县市民众前来 一起感受基隆的雨都摇滚魅力 我们就是从台北来 然后就是希望见证基隆的进步这样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基隆这个乐团的安排还不错 我觉得基隆跟其他的跨年 广会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们请了很多独立的乐团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 我其实之前跨年都不在台北 然后他们刚好有约 然后我就把我原本的约推掉 然后过来这里 还不错 雨势非常的不小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非常的热情 而且我们看到整个实力派乐团 他们的连续的嗨唱 整个带动现场的气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是雨势非常的大 但是现场的热情一点都不减少 而我们这边的整个的跨年晚会的最大的特色 除了是都会固定有邀请独立乐团 具有特色的乐团来实力派演唱之外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搭配独特的 整个港区的还有大船鸣笛 以及跨年烟火 希望能够带给大家充满了 基隆特色的跨年晚会 在基隆市政府力摇下 包括在地义乐团 鸦娥乐团 雨晨乐团 基隆咖人 田约岸 VH 拍摄少年 是TDback等七组金曲精英级表演阵容 轮番上阵 拍翻全场 对 青青胖胖胖在表面 香手香味着 这一段时间 好大方 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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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条所有 难受到 整都会 玩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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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市长谢国良 也率领副市长邱佩玲等市府团队 与副议长杨秀玉及多位市议员 和前市长林又昌一起上台 向现场民众挥手致意 新任及谢任市长两人相见欢 也一口同声祝福基隆 在新的一年城市共好向前迈进 市民都能平安健康 心想事成 今天跨年天气是又湿又冷 不过我们基隆的民众还是不减热情 看到有很多民众都西家带眷 也有很多是男女朋友 他们都到了我们国门广场来 跟我们共庆这个新年 那也非常的开心 能够邀请到我们林又昌前市长 来跟我们一起参加 那在这边也祝大家新的一年 新年快乐 然后呢 越来越旺 越来越好 非常谢谢谢市长的邀请 今天晚上一起跟他来参加今年的跨年晚会 那满满的民众 那大家一起来倒数 迎接新的一年 那我也趁这个机会跟所有市民朋友 来恭喜祝贺 祝大家能够心想事成 在新的一年呢 都能够圆圆满满 顺顺利利 那基隆市在谢市长领导之下 也能够继续的进步跟发展 副议长杨秀玉 对着代表议会肯定 基隆市政府举办跨年晚会的用心 并祝福市民新年快乐 今天真的风雨蛮大的 那这个我们基隆市的市民 还是热情不减 那在这个岁末年中 这个老虎要走了 我们要迎接新的这个新兔 那在新的一年里 就会在这边祝我们基隆市 所有的市民新年快乐 最后在所有人倒数声中 由国际知名烟火大师 黄俊豪操刀设计 搭配在地还有乐团专为基隆 创作的歌曲台湾头 所打造长达七分钟的 璀璨烟火秀登场 吸引许多民众驻足观赏 更拿起手机相机 记录这精彩的一刻 基隆市长谢国能表示 新的一年基隆市将会有 全新的气象 不论是室内儿童乐团 还是交通建设 及就业环境改善 市府团队将全力打拼服务市民 未来也会持续努力 打造基隆成为一座 永续快乐及有爱的城市 记者张旗潘基隆报道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 上任后第一个升旗典礼 在海洋广场举行 超过500位的民众 起聚一堂在台湾头 庆祝新年 在王明清里长的领唱国歌下 基隆元旦升旗典礼正式开始 这个地点是在市区的海洋广场 面对着大海浓浓的海洋风情 令人印象深刻 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 协同副市长邱沛林与市政团队 特别佩戴象征爱与希望的粉红色围巾 参加升旗 包括副议长杨秀玉和多位议员 都到场向市民朋友恭贺新年 小爱爸爸谢国良率领市府团队 跟所有的民众一起许下新年新希望 政府民间一起努力 让基隆更好 升旗典礼现场 小爱爸爸非常受欢迎 来参与的民众纷纷跟市长拍照留念 小爱爸爸对于自拍已经非常熟悉 透过不同的角度拍出一张一张的美照 为这场升旗典礼留下美好的回忆 小爱爸爸谢国良在离开前 还向所有筹办活动的人员 以及维持现场秩序的远景一一的道谢 感谢大家在寒风细雨中 一大早就出门来准备这个活动 相当不简单 透过这个元旦升旗 让基隆在今年有一个好的开始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市长谢国良为了了解通勤族的状况 特地在清晨六点半到安乐区国家新城 跟交通处长一起来搭乘R82 了解改用游览车之后民众的体验 画面上是谢国良市长跟交通处长王俊宏 一起搭乘R82公车的状况 许多前往七堵通勤通学的民众都纷纷上车 他们认为这班车很重要 可以节省转乘时间 你们是非常需要R82的对不对 很需要R82的 有其他的替代路线吗 没有 真的没有什么替代路线 都没有 R82如果停了就 没办法去学校一定要家长在 不然就搭计程车而已 了解了解 他回来的班次多不多啊 半小时一半 还可以 这几天在了解 除了9026以外 R82 R86跟R66的一个行驶状况 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 自从基隆客运停驶后 现在是委由我们的交通驻 特别聘请这个游览车来担任这个替代这个车辆的功能 R82用三台游览车 R86用两台游览车 这样子的一个替代运输功能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也不希望这个乘客跟通勤族的权运跟搭乘的品质受到太多的影响 那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乘坐看看我们这种这种改变的车辆以后的R82路线 另外谢国良市长也请交通处长关心国道客运9026路线的后续状况 处长说如果改了路线 在尖峰通勤来回时间 会增加约一小时 市长也特地指示我到南港展览馆去了解整个我们市民好朋友回程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大概从那边五点半到七点才离开 那发现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我们下班时间 那很多市民好朋友在那边后车非常多 包括后车的一个环境可能也不足 那包括整个运输的量 的确在上班跟尤其是下班的时间 基本上市民好朋友搭车的都不希望改变原来的路线 因为原来改变的原来路线走新的路线会从系纸交流到下会增加四个站 那上下班时间假设塞车的话 基本上预估都会增加三十分钟 那等于市民好朋友在上班跟下班这个通勤的时间会多一个小时 所以保守估计这样子整个上下班到台北通勤会从四个小时 拉到将近五个小时 我想说这个市长都一直交代说我们要同理心将心比心到现场去了解 所以程如市长所讲我们还是公勤公路总局 能体谅我们基隆市民好朋友搭车的一个权力一个情形 因为很特别我们到台北的确比较远 那再次要恳请公勤公路总局来协助上下班尖峰的时段 以及整个路线不要再做更改 市长谢国良说他会持续结合各单位 一起来持续改善基隆的通勤软硬体 用同理心来处理通勤族的痛点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基隆市民活动中心因为结构安全封闭五个月 却迟迟没有动工 由于对面田径厂也封闭 喜爱运动的民众向基隆市议员韩世玉陈勤 教育处表示1月5号就会开始动工 也会尽快寻找替代场所让民众活动 等很久了 因为他田径厂好像是那个建筑制造还没下来 30多位民众聚集在市民活动中心 走近一看 墙壁油漆斑驳 部分钢筋裸露 大楼因为结构安全有疑虑 8月封管整修 那你这样基隆市几乎都没有场地 可以让一些年长者或者喜好运动人来运动 我们那个运动场也是很多跑步的 只是他们今天都在上班没有过来 那因为我们是跳舞的 我们跳舞有60几个 前后架起来大概100多位 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就是说有一个好的政策或好的配事 政府未警告知就直接封管下方的市立田径厂新建案 完工日也延后 长期在活动中心运动的民众 集体向市议员韩世玉陈勤 抱怨封管太久 又没有施工 更没有替代方案 要做这个建筑物的补强的部分 那替代的方案 有没有想到 因为也都四个多月 五个多月 要运动的 要打球的 那都没有任何的替代的点 那我是觉得身为一个政府 政府你本来要做一样东西 你替代的人要帮人家找好 你要拆人家的房子 要拆人家的地方 当然是我们市政府的地方 两个市民应该下面那个盖好之后 这个再动 要不然各位 我们要跑多远 跑到安乐区 最近 跑到暖暖区 很多人跑到台北区 各位 在地运动 在地运动很重要 到场会刊的教育处人员说 施工前协调时间比较久 造成民众不便 伤感抱歉 工程会在1月5号就会动工 也会尽数寻求一些室内替代场所 提供民众休闲 市民黄中心的这个工程 其实早在105年之前 就有做过这个结构鉴定 那确实技师建议这边是需要补强的 那也透过这几年的经费争取 我们向体育署争取到了 大概5000万元的经费 来做一个补强工程 还有球场整建的工程 无疑就是希望带给民众更安全 更舒适的室内空间 那在过程当中一定会造成民众的一些不便 那这边也是为了让民众未来可以有更舒适的空间 来做一个使用 那因为内部的还有一些市场单位进驻 所以在整个施工的协调期间会稍微比较长一点点 那这也是牵涉到整个行政空间的挪移 还有内部这些器具的清理点交等等 那目前我们都已经完成前置的协调 预计会在1月2年的1月5号正式施工 基本上我们现在目前可以看到 我们体育场也封 然后我们这个市民活动中心也封起来了 那打网球的爱运动的好朋友们 室内的场馆真的没有任何地方 我们等于说信义区的很多运动民众 被迫要去外区或者要去台北来去做一个运动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整个市政府来说的话 一定要好好的深入去做监导 我们要施做任何一项工程 我们必须要先想好配套作丝 而且要先做好协调的工作 我觉得这一块才是一个有温度的一个政府 市议员韩世宇表示 洪庚中心8月9封馆11月才取得建造 不希望市民活动中心变成市立田径厂2.0 要求一定要盯紧施工进度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位在新义区新二路的台船员工宿舍 在岁末年中之际 中庭里面一棵百年大龙树突然倒塌 吓坏居民住户 幸好除了压坏一辆机车 并且挡住部分居民进出之外 也赶快通知市议员陈宇前往了解 没有人员受伤 位在新义区新二路的台船员工宿舍 在岁末年中之际 中庭里面一棵百年龙树突然倒塌 吓坏居民住户 幸好除了压坏一辆机车 并且挡住部分居民进出之外 没有人员受伤 農村你们桶北京车 農村阵私座 那家庭 cuarto的状态人都没人进出 立子 把路宿的地基给充死掉了 那现在陈怡以及蔡立岳里长 已经联系相关单位 然后尽快把这边的路宿给清除掉 不然也会导致晚上可能会没有路灯 还有包括居民通行也有一些困难 那待会可能就是相关单位会来这边处理 里长和议员也立刻通报信义区公所 协助处理移除这棵倒塌大树的问题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大家请安问好 谢谢 谢谢 加油 加油 我们变成一个爱的团队 来关心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孩子们 终于可以借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WiFi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合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配动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最后一集终于上了 不希望 没有WiFi 我的 好怕 没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新的一年 位在基隆市中山区 中山二路分隔岛上的 装饰板突然掉落在路上 当地民众发现危险后 立刻通报 市议员失伪症前往处理 由于在转弯处 汽机车经过时 会下意识突然想要闪避 导致车辆可能碰撞在一起 相当危险 幸好没有人车 受到波及 新的一年 位在中山区 中山二路分隔岛上的 装饰板突然掉落在路上 当地民众发现危险后 立刻通报市议员失伪症 前往处理 应该是12点 不是0分吧 亮一声很大声 结果是看 那你有看到是 车子是有 有撞到还是 没有 他们车子停起来 结果他有开车 应该是不是撞到 应该是 不管一个主意 手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 我们在有接获民众跟我们讲 就是在我们中山二路 我们的这个基隆港务消防队的斜对面 我们中山一二路的中央分隔岛的布置 他这个发生这个铁片掉落的意外 那当时在路上路面上面 那个用路都说很危险 因为他那个铁块掉在地上的话 如果车子过去 如果是汽车 压过去 但是我生活落车的话 可能会造成人家受伤 那希望我们交通处 以及有关单位可以尽快来把这个地方移除 造成不要造成用路人的安全上的问题 那也感谢来跟我们同胞的朋友 那目前的话呢 我们是暂时先将它先移动一下 看有没有办法移动 如果没有的话 要麻烦我们相关的工程单位 然后还把它固原 或者是还把它也让这个障碍物 不要再造成人家通行的困扰 市委政和助理立刻先行把掉落在路上的装饰板 移到安全地点 并且通报相关单位前来做后续处理 避免造成意外事故发生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参加民众服务 设在中山区的寒冬送暖活动 谢国良感谢中山区公益团体关怀弱势 传递社会温情 希望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 小爱爸爸谢国良来到中山区民众服务社 所举办的寒冬送暖的活动现场 小爱爸爸特别跟这些参与的民众寒暄问好 小爱爸爸谢国良特别喜欢小朋友 也跟家长问好 他认为这样的一个活动代表社会的温暖无私付出 值得鼓励与推动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小爱爸爸 你有听过小爱爸爸吗 没有哦好可爱哦 那你叫我叔叔好不好 他给叔叔帮忙 他给叔叔帮忙 那你的这多大 五个月哦 这你的小朋友哦 啊你两个 OKOK 不会啊 很多孩子都给我抱 后来爸妈要抱回去就不可能 有很多都这样 你很厉害 你很厉害 对啊 那你陪妈妈哦 你好乖哦 这是弟弟还是妹妹 弟弟哦 哇你们两个男的哦 你就两个 OKOK 好那我先去忙咯 拜拜 跟我拍一下 好OK 这个活动是国民党民众服务社中山区的会员 募集社会上的爱心人士 一起共襄盛举 希望在岁末的时候 给予基层民众更多的关怀 好 有米啊 有米 米 米 我家米 哦 米 米 米 我把你拐不拐下去 你拐不拐下去 你拐不拐 没什么拐 这里哦 这边再拐 这边再拐 去年木得173分 那今年因為有10天的時間 我們今年目的328份 以及100包的白米 以及我們對面的腳仙格 400份的水餃 還有酸辣湯 還有魚桂 以及我們樓上 還有議程 我們的氣功老師 楊老師在幫忙推拿 所以說 這次活動辦得比去年大 我希望說 明年繼續辦的時候 可以更加的壯大 金融市公益協會 也很榮幸 那今年能夠來參與 這一次我們的 真正物資的一個活動 我們也呼籲 前市各區的民眾社 都能夠跟中央區 一樣廣泛的辦這個活動 今天看到非常多的 你們都來這邊 這邊領取這個暖暖的物資 我想也發揮了大愛 讓大家每一個人都覺得說 這個金融市是一個有愛的城市 我想去年我們就有參加了 今年更加的隆重 更加的盛大 可見大家都共襄盛舉 我想我們民眾福祉站 發起這種愛心活動 越來越多人去響運 也是我們金融的表率 雖然小莊落選的議員 但是對於地方公益 絕對還是不能夠離開 我們希望能夠將地方公益 做得更好 在這個活動當中 可以發現很多地方善心人士 出錢出力 善用在地的資源 來關懷需要幫助的民眾 可以說讓基隆處處有溫暖 記者黃日生 陳淑平 基隆報導 感謝您收看中家新聞 我是吳俊松 再會 再 Monica 해야中間 終於可以寄的任務了 什麼 沒有WinFi 你卻好 喔 嘉 沒Wi-Fi 這裡是 Wi-Fi 一到廁所 你家就像Wi-Fi孤島 還好有中家寬屏 有了MASH Wi-Fi穿透力更強 隔間再多也不怕 讓你在家盛網無私腳 Wi-Fi批動終結者 中家寬屏 搭配MASH盛網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現在就辦中家寬屏 最後一集終於上了 不惜不 沒有Wi-Fi 我的 好怕 沒Wi-Fi 這裡是 我在哪 一到陽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還好有中家寬屏 有了MASH Wi-Fi範圍超廣 距離再遠也不怕 讓你在家上網無私腳 Wi-Fi黑洞終結者 中家寬屏 搭配MASH上網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現在就辦中家寬屏 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 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 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 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必知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 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 他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他親自前往下櫃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他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所以講兩遍 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絕他了 從那天開始 他每天出現在我附近 還會發很多奇怪的訊息 怎麼辦 別擔心 從民國111年6月1日起 此類跟踪騷擾行為都屬於犯罪行為 被害人可提出告訴 警方也會對加害人開出書面告誡 兩年內再有跟踪騷擾行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請保護令 違反保護令者可處三年有期徒刑 攜帶凶器者最高可處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儀對象 請尊重他人意願 杜絕跟踪騷擾行為 刑打110報案 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 Oh yeah 今年的耶誕節終於可以脫口罩 露出帥氣美麗的臉龐啦 雖然大家把疫苗打好打滿 不過在室內還是要注意防疫 才能夠開心過耶誕喔 中家寬評祝福大家 Merry Christmas 月蛋節快樂 月蛋節快樂 Merry Christmas